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继续周末的女武神第八战 上一期我们说到人之王对在民之王 哈迪斯被淫正击败,人类取得了胜利 如此一来四胜三败,人类领先了神 但布伦西奥德不敢有丝毫懈怠 来到了某个斗士的休息室 这里正是人类史上唯一的魔法师的休息室 但露眼的却是累得昏睡的学者们 写满算法的墙壁,以及正在热辞不疲地计算的某人 太美了,完美的物理法则是这个世上最美丽的 此人正是尼古拉·特斯拉 没错,他是交流电产生装置,无线装置,荧光灯等 发明许多现如今广泛使用的科学技术的天才科学家 被称为世纪最疯狂的科学家 是个极其神秘的人物 尼古拉·特斯拉能够受到人们如此的传送 正因他的研究就像魔法一般 魔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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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讨厌那个词 我使用的并非魔法 是科学啊 那么那个研究完成了吗? 早就完成了 就在这里面 无论何时我所需要的 都只是能将我的理论化为现实的素材罢了 那就好办了 随后肖德召唤出了女武神九女格恩达尔 寄宿于其名中的力量是魔力持有者 好,接下来轮到科学潮越神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赫尔莫斯正在为逝去的神闷祭奠 真是首好曲子 是献给哈迪斯先生的震魂曲吗? 是的 我能为这几位做的 唯有尽全力践行而已 话说回来 您特地来我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嗯 想请你帮我告诉走斯先生 下一场 有我出征 别西卜这个名字 经常带着令人忌讳的别称 一同被传送 称作银王 称作暴石化身 称作恶灵支配者 称作撒旦 他是天界最为孤独的神明 因为据说 他被撒旦诅咒过 他出生时天降雷光 将四周的一切都燃烧殆尽了 和他有关的神 都一个个地陷入了不幸 而且 似乎还是被撒旦吞噬心脏 夺走了生命 不要和他交流 不要对上视线 绝对不要和他接触 这是大家达成一致的告诫 于是 别西卜是 被撒旦诅咒者的传说 就此流传了下去 谁都不愿意靠近别西卜 他自己也没有去接近任何人 但有三个天使除外 他们是 阿萨兹勒 路西法 萨迈尔 他们听说了别西卜的故事 不禁不害怕 还特意赶来 要跟他交朋友 邀请他一起去玩 不论别西卜如何拒绝 三人依旧热此不疲地跟他聊天 最后在三人不羡努力下 别西卜打开了心扉 他们一起去而乐园 一起嬉笑打闹 三位天使对他来说 是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一起玩 一起吃东西 一起笑 这光景要多快乐 就有多快乐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该多好 别西卜也将不再孤单 但 某天 别西卜从睡眸中醒来 就见自己躺在了雪坡之中 而三位天使 全都被掏空了心脏 看着他们 别西卜崩溃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狂乱中他想到了那个传说 和他有关的神 都会一个个地陷入不幸 而且会被撒旦吞噬心脏 夺走生命 撒旦 你在吗 撒旦 是真实存在的 撒旦 杀死了 我的朋友 别西卜第一次有了活下去的目的 是吗 我知道了 所以啊 你在哪儿听着吗 撒旦 我要杀了你 自那以后 别西卜便全心全意 投入到了 对撒旦真面目的研究上 别西卜再一次 变成了一个人 直到女神 莉莉丝找到了他 他是露西法的青梅祖马 来找他是为了了解撒旦诅咒的真相 他要为露西法复仇 如果你被撒旦诅咒了的话 那我就来看管你 如果你再调查撒旦 我就跟你一起 将真相擦个水落石粗 就算你拒绝也没用 即使追到地狱 我也不会离开你 随后不等别西卜拒绝 莉莉丝直接封住了他的嘴 则是命令 哈 真是强势啊 和露西法可真相 就这样让人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典故 撒旦那是谁都恐惧的家伙 撒旦那是谁都忌讳避嫌的家伙 撒旦那是谁都知道 但谁都没见过的家伙 撒旦那是 有关撒旦传说很多 但他们依旧毫无头绪 但撒旦伤害三位天使的画面 却每每录其梦 爱为证物 将你所爱之物尽数毁灭 又是一次从梦中惊醒的夜晚 看着被噩梦折磨的别西部 莉丽丝温柔地拥住了他 莉丽丝 露西法 为什么要和我这样的神做朋友 为什么我这样的神 他们要来找我呢 为什么 那么好的神 每每想起别西部就自责不疑 可那家伙就是这样 犹如太阳一般 对谁都开朗乐情 而他自己却很害怕寂寞 所以对同样寂寞的家伙 也无法放任不管 只是不想放任你独自一人 只是这样而已 什么嘛 到底是有多烂好人啊 真的是 果然是笨蛋 说着回报着莉丽丝坚定道 一定 我一定会完成复仇的 不是我 是我们才对吧 嗯 莉丽丝 谢谢你 别西部 别西部 诶 莉丽丝 莉丽丝 多年寻找撒旦的结果 别西部终于得到了 别西部 太 太好了 你变回 原样了呢 原来真相是 当爱冲到顶点 突破极限的瞬间 别西部 会将所爱之物摧毁 这就是 恶魔性生命破坏冲动 是我 原来是我 撒旦就是我自己 别西部理解了 撒旦一直都在自己体内 看着倒地的莉丽丝 别西部手足无措了起来 但莉丽丝却握住了她的手 告诉她 复仇之旅已经结束了 就算露西法 也一定不会生气的 别西部 我爱你 所以 所以啊 我会原谅你的全部 带上我们的份 活下去 则是我给你下的 最后一个命令哦 看着倒在自己怀里的莉丽丝 别西部崩溃了 她那被复仇支配的心 失去了方向 别西部的心坏掉了 快点 快点 将我杀死 尽可能的 残虐的 并且丑陋的 毫无疑问 她的登场 神方都感觉到了畏惧 而相比于她 带着阴郁的气息出场 尼古拉特斯拉 则自带雷电光效 人称光之子 那么 是黑暗的支配者 会将人类正在萌芽的希望 彻底涂黑 还是魔法师 绽放了光芒 能突破七黑之暗 则是神龙对决 亦是光与暗的较量 而后就见特斯拉 不急不虚地走向别西部 并怀怒着她 打亮了一番 你就是银王吗 原来如此 跟文献记载的 很不一样呢 看来 这会成为 很棒的研究呢 听此 别西部 只是用那死记的眼神 看了她一眼 很可惜 这不会是场 很棒的战斗 只会 以你被破坏 作结 狂妄的语气 特斯拉不认同 破坏是愚蠢的行为 仅意味着对创造的放弃 就连我们这些不成熟的人类 都理解了这点 偶心立血 不断四措 高贵而美丽的智慧足迹 正是对于 美好未来的坚定向往 那份动力 使我们人类不断的创造者 并且这点 即使是神明 也制止不了 创造 前进 怎样都好 赶紧开始 互相厮杀吧 而后 全藏清点地面 就见地面 被震出了一道裂痕 连带着前方的柱子 都被震碎了 看向那裂痕 特斯拉疑惑到 魔法 随即又肯定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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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非魔法 是科学啊 没错 那只是极其单纯的 物理法则震动 例如 音波 在一定频率下 可以碎裂玻璃杯 而后 就先别西普 充斥上前一名的手刀 就将快速散躲的 特斯拉的装甲 切开了一条裂缝 而能带来 如此强大破坏力的震动 正是别西普的能力 恶魔的震刺 虽然极为单纯 却也能变化自如 就算知道原理 也很难应对 哦 原来如此 刚刚那招的原理 是超音波认吗 把这个装甲 轻松切开 靠的是高频吗 不 是固定频率吗 怎是强大的威力呢 要是直接击中的话 我就会被切成两半了吧 虽然别西普一级领先 但谢尔德却是 信心满满 由人类史上最聪明的头脑 所构想出来的超级装甲 以格恩达尔作为素材 去现化 也就是说 那是人类孕育出的 科学最高杰作 正是那件神器 超级自动机械 Beta 震碎地面 切割超钢铁 生的力量 真了不起 那么这次 引到人类的科学了 说着特斯拉发起了攻击 急速逼近别西普 右手携带着巨大能量之 冲击面闷 这个移动放电机 没错 再次发起攻击 特斯拉还是扑了个空 但这次却没有放出能量 我说过了 我们的科学将会抵达神域 张开手掌 向后释放压力 变火时光之间 便冲到别西普的身前 不等别西普反应 给了他一拳 然后巨大的撞击散去后 就见别西普早已用杖防御了 名为地狱的蒙飞 还在想我的拳头 是被什么弹开了呢 哈哈 震动B吗 真有意思 这就是你的极限吗 那么就快点坏掉吧 说着别西普切换成了 暴时的堕天使形态 看着眼前准备输出了别西普 特斯拉也做好了准备 极限 科学不存在极限 两项相机 震动的输出不断攀升 而后就听一声巨响 别西普的身前出现了深深的沟壑 特斯拉被击跪在了地 他的装甲也噼里啪啦的响了个不停 果然你也不行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订阅 支持一下哦 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